路透社报道,华为正在与荣耀手机的主要经销商神州数码集团 洽谈出售荣耀智能手机的部分业务 其他潜在买家还包括TCL和小米 知情人士透露,华为拟出售的资产可能包括荣耀的品牌、研发能力和相关供应链管理业务 该比交易成交额最高可达人民币250亿元和37亿美元 若以现金支付,最终规模可能会更小 大概在人民币150亿至250亿元之间 知情人士表示,华为正在调整自己的业务重心以应对美国的制裁 目前,华为TCL刚刚否认此消息 神州数码和小米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